这是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真实影响 三个月内100万人惨遭杀害 其中有超过25万女性遭到侮辱后再被杀害 这邪淋淋的一幕震惊了世界 然而这起大屠杀的根源却是人为故意栽下的火根 一战结束后 卢旺达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而殖民者为了更好的管理 人为的把卢旺达人划分成两个民族 拥有石头牛 形象上更接近西方人的为屠西族 相反 拥有不到石头牛 皮肤比较黑的则划分为糊涂族人 人数较少的屠西族最开始被安排管理职位 直到60年代 人数更多的糊涂族人掌管政权 双方矛盾平放 1994年4月 糊涂族总统乘坐的飞机被击落 愤怒的火焰瞬间在糊涂族点燃 本是同根生的人 此刻到了剑拔弩张 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 本影像正是发生在大屠杀时的后期 这时糊涂族已经残忍杀害了100万的屠西族人 屠西族人卡加没带领爱国阵线 步步反攻 势头日渐强劲 画面中的是屠西族的士兵 正在村落里仔细搜查糊涂族士兵 搜查了一圈 只发现机关枪的部分支架 却找不到枪的主人 很明显 有村民包庇窝藏了糊涂族士兵 这让屠西族的士兵很是恼火 于是狠狠地打了女房主 逼问他敌人的位置 手无村铁的村民自然不敢反抗 只好说出糊涂族士兵隐蔽的位置 最后 屠西族的士兵立刻搜寻 并在灌木丛内找到了敌对士兵 如果承认自己是糊涂族士兵 肯定难逃一死 因此 已经伪装成平民的他极力辩解 然而当面对证据和周围村民的指证 此时的他已经无力狡辩 看着这个手上沾满龙竹鲜血的敌人 屠西族人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情绪 把他拖拽到路边 一抢崩了他 这时 另外一名敌对士兵也被发现 随之也被枪去 然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这场屠杀直到卡加梅带领的爱国阵线 击败糊涂族武装才结束 此后 卢旺达不再区分糊涂族和屠西族 正当人们以为此时的卢旺达已经无药可救 只剩一堆废墟时 卢旺达却振作起来向中国学习努力发展经济 如今的卢旺达儼然成为了非洲的新加坡 再一次震撼了世界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当惨剧发生时 联合国为什么不阻止呢 获得越飞 done 谢谢大家